美国女星纳亚里维拉在影集欢乐合唱团 饰演女童拉拉队成员桑坦娜·洛费兹走红 随后就嫌少有新作品推出 她日前被爆出因莫达老公被逮捕 媒体还释出一段她被扣上手铐压上法院的画面 据外媒报道 纳亚里维拉在西维吉尼亚州的家中 对老公莱恩·多尔西动手 打伤了对方的头部下唇 据悉莱恩亲戚去报警 并将纳亚里维拉到所打人的画面交出 并声称纳亚是在与自己以及儿子散步的时候 两人起了争执 对方就开始动手 目前法院已准许纳亚里维拉 以美金1000元的保释金交宝 暂时外出 纳亚里维拉在2014年 与托威演员的莱恩·多尔西闪婚 2016年与老公商讨离婚事宜 夫妻俩的关系似乎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但是对此双方从未出名回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